欢迎来到这一节的香港人家书 继续有何良茂, 广传媒的罗友记 和MIHKTV的老许和大家做节目 我们今集想讲讲一些好消息 有一对香港的夫妇参加去年的抗争 去年12月就来到加拿大寻求政治庇护 在今年6月底就得到批准 真太好了 是政治庇护, 应该叫做Politico Asylum 疫情以来应该是第一个成功个案 不过在1997年之后 来加拿大寻求成功的个案 他就不是第一个 也有第一个个案 其实是从香港来的 不过是当时参加民运的 姓楊的 一位朋友, 我也认识他 也做过同事在星岛 这位夫妇申请过案 他是不是旅游过来先 是的 不用船船过来 不怕被警察刀灰 他是去年12月坐飞机过来的 下地之后就立即申请政治庇护 当然这些全部都是秘密进行 因为他说香港 都被怀疑一些国安的人在香港跟踪他 因为他是抗争前线的人士 是 三十来岁的 男的33岁 女的30岁 都很惊险 有跟踪 有恐吓 对他们的恐吓 令他们觉得招不保值 也可能随时被消失 OK 梁某卿, 我要和你分享一下 我的老友记者在香港也做了很多社会运动 也有很多地区运动 前一段时间我有一位老友 超哥 他也是在香港支援许智峰那边 前一段时间你也知道 许智峰不被人跟踪 是的 他就在场了 他看到那些人有车去跟踪他们 而有趣的地方 车里面有不同的车牌 而这些人士也有记者证 当然这些媒体全部都是官媒 就是会找到一些人 以採访的名义做狗仔队 去跟踪这些议员 即是他没有记者的人士 不知道是不是没有 我不敢说 或者用记者的名义 是的 没错 来跟踪一下许智峰 当场就被人去兇 当时也叫警察来说 这个人在跟踪我 但是警察说看不到他跟踪的东西 只不过看到他在捉红市 这个媒体的工作 就放了他走 所以就帮他走 但是如果我们 用网媒的身份去 天天看着李慧琴 有没有买日本货 有没有吃日本寿司 又或者他去买什么牌子 内衣庫 那你猜我被警察 会怎么办呢 说你就是恐吓 是的 说你就是 尋人之事 就是大陆的说法 是的 那就是死磨 那就是完全是 double standard 那当然 他们已经在香港 有很多这些 不知道什么背景的人 就是来香港做很多监视工作 还有他们用很多媒体的名义 什么4X日报 总之大陆很多报纸都在香港 就是山长水远 直去香港都搞了一个记者 那记者的工作 是不是真的原装的机构 大家都不得而知 是的 真的不得而知 还有很多这些国产的 property 你也知道中联办 在香港有几百个单位 是香港的大地主 共产党竟然在香港 因为有很多物业都离开了 那么他们在很多物业里面的门口 或者是他们的媒体 或者是他们这些 社会的这些物业门口 其实有时候 都会见到一些 最喜欢穿铺奴戏 铲瓶头装 背脚背包 或者是夹着承受袋 承受袋的人 在门口里面 煲烟 看看剧 不知道在那里做什么 就是看看有没有人监视他们的单位 嗯 就是他们都是bodyguard 是的 是bodyguard 这些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就是如果你在google 都会找到一些相关的这些东西 监察这些东西 就已经是普遍了 所以香港社会的生态 在97年后二十几年 已经变得 真的越来越似大陆 是 比我感觉到 和深圳、东莞 或者是惠州 有什么分别呢 可能在里面更安全一点 梁某卿 记得有时候 有些采访中国国内的新闻呢 嗯 很多时候 比如说劉霞 嗯 劉幽波 被人认为嫌禁他们的家 记者到的单位去住宅的时候 突然间穿了很多大平头 微的房包那样的 investors 用来便意 是便宜的 那就像这些情况 那些就是国保 你看到的是 是香港的 就是国保 对啊 好像在香港都有类似的情况 總之將香港變成更赤化 講到赤化,我們對於這種生活當然恐懼 覺得香港的價值觀也好,價值觀也好,或者社會形態 講一下加拿大社會形態,在BC省的高居林市 有一間Tim Hortons,在這裏出名的咖啡店 高居林市是溫哥華爾北的大溫都會區 我小時候聽到高居林的名字叫做高居林 不是高居林,是高居林 我終於是在墳場的地方 不是,高居林 高居林,現在彈起藥 那裏有少許韓國之稱,很多韓國藥住 有一間Tim Hortons 找到一包錢 這包錢很明顯被人遺漏下來 是否是小黑錢的? 是真錢來的 不是小黑錢的,也不是drug money 也不是同胞留下的 總之有包錢留下,有收到的那些人 就真的很好公德心 收到就交給警察 實惠不味,不會就這樣,據為己有 當然你也知道有閉路電視 據為己有,你一定遲到都是穿布 為何他有這麼多錢跟身走呢? 先講個故事 收到錢之後就放在警署 警署通知,即是發發一個公告 就說有包錢,收到的 失了錢的人,失金之人就快點來應領 但新聞界就看不到究竟有多少錢 警方也不說了 也不知面額 也不知面額,也不知袋子 什麼都沒有詳情 總之就是郭桂林在北方路 一間Tim Hortons 找到這包錢 後來,過幾個月後,有一個人認了 符合他裡面的錢,面額,袋子的顏色 招牌,以至時間地點,全部都吻合 加上閉路電視,認的樣子 真的被他領回了 真是好人老師 這些真是很厲害 有沒有聰明警察,聰明不聰明 不聰明的 警察的職責就是要保護人民財產 為甚麼人物財產 你也分了一部份 請你喝杯,Tim Hortons 也可以 我真的把香港的東西帶來 你不要這樣 你又塞了紅包給警察 你立即就是行賄罪成 不妙當的 立即叮咚 話說回頭,在加拿大裡面 有沒有好像為香港類似 即現在已經廢了武功的ICAC 沒有這種機構 沒有這種機構 沒有正牌,好像是反貪機構 但是警察或公務人員 可以受賄 可以有一個舉報機制 這個舉報機制是有冤城大使 也有申訴專員 政府內有監察系統 所以不用製造一個ICAC 又要養懶人 這裏貪甚麼鬼 沒有錢 這裏的 資源很豐富 但在河巴上也有免 每個人都不帶錢 每個人都在信用卡 在銀行那裏 還有每個人都是 Vanguard is Friday 所以他們都是六個月實際 讓自己找到 每個人都是綠江族 所以這個就是 好事的 很值得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跟香港是有像發生的事 剛才那位人兄 不知道為何他喜歡帶點錢 他也有解釋 他跟警方解釋,他說他不信銀行 警方就勸戒他,你不信銀行也好,你相信保險箱 你帶錢公街走,很危險 類似的案件在香港曾經發生過 今次仁興不是不信銀行 而是他知道銀行的資料有月結單 公開給他太太知道他有多少錢,就不可以當 即是他老婆全部加了錢,令他沒有錢 你也知道駕駛的士,就是任你告訴老婆 他這張是老婆的,這張是交通租的,這張是入郵的 分好,自己拿一份就儲了二十多萬 即是私房錢,是他的士司機哥哥的私房錢 如是者這二十多萬,由幾萬,十萬,十多萬,都二十萬 累積到一個套裝,每天都跟著他開工 哇,每天都帶著他的大袋 誰知道,差不多是近年退休之年 有二十多萬,就算了,有些錢是龐阿新 一個不小心在的士裏面被人老套了 沒有了,就是類似的事件 一生積蓄 我們曾經在我們的節目中呼籲過 實惠者,就快點告訴別人,是很可憐的 一個即使司機,或者是退休錢 雖然他比較蠻蠻 但是,這個問題也是人家的錢 你偷人來,很不應該 但是,當然我們的呼籲不像RCMP 沒有人來 地下撿到報 香港有些人會這樣 不過,我們也是鼓勵大家 實惠要職步 要報給警察 無論去到哪裏都應該做 這是一個本注 一個良心 第二就是,我們經常說西方社會的 那種honest system 誠信 有一個integrity 個人操守 不是說人家看不到你,就可以作惡 就是人家看不到你 孔子也說 獨處 要慎獨 獨處才最危險 我很記得,我當年80年代那時來加拿大 看他們買報紙的系統 有一個鐵盒的 有一個玻璃斜 斜斜的梯形的 失踐 拿起 拿一份報紙走 那時候我問我孔子 我問我孔子 為什麼可以拿很多報紙走 沒有人會這樣做 我覺得很奇怪 也很佩服原來的良心 honest system 原來是這樣的運作 是啊 公民教育做得好 沒錯 就不怕有什麼糟糕了 而且也相信人民 在這些行事準則中 教育是可以造就他們 一定有良好的行為 一定要做的 因為他如果不做的話 他一次做這些壞事 被人發現了之後 他會申辦名裂 甚至人家不會原諒他 因為你相信你會做好事 你不做 你欺騙了別人的相信 說起這件事 亦都有一件 加拿大溫哥華 有一個現在的市長 英文名叫做 金乃迪 金乃迪 這位金乃迪市長 跟下面的無關 他是第一名金乃迪 他說 應該為那些無家者 找多些屋 因為疫情下 大家的生意做得不好 那些無家者 都沒有一口好吃 因為街頭都不開店 他就說要集中的空置單位 或者一些公司 希望能夠安置到這些 無家者有屋 有某國的居民很喜歡來到加拿大 買很多物業空置 是否拿他們徵收他們的 又可能打他們主意 金乃迪市長就說 製造三千萬家園 作為增濟疫情 挪置市內的公司 空置單位 讓無家者有屋 不要空置浪費 其實這就是一個很深層的設計 但我看到有一個問題 我去到這個 我不知道是不是 Commercial街附近 有一個公司 叫做 Ten People Park 那個叫做奧本海脈公園 OK Open Hamer 就是真的Ten City Ten City 對 王家者就在這裡紮營 不是紮一天 場面 佔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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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佔據了一個公園 當然不是全部 就在各個角落 我想不明白 梁某興 為什麼那裡 我去到以為 全部都是老過你和我的人 不是的 不是的 年輕力壯 每個都是青嶺八嶺 20-30歲 真的很骨子 對 你已經是有很多前途 又不是醜樣 又是帥哥 又是女兒 應該是剪刀女人 都不是說走得掉 為什麼 無所事事 我不想說髒話 什麼 什麼 為什麼他們在責任 不做事 等人救濟 是這樣的 這個問題是雪梨滑場 是加拿大社會的一個很特別的固疾 就是解決不了 是 其實剛才我講過 今天迪士長想幫 整個溫哥華市 毛家正有多少人 3,605人 是啊 這個2017年最新數字 有調查 不是我 2017年 因為現在更多 少也不奇怪 總之都是幾千 最多都是去到五千萬 那他們的原因是什麼呢 多數都是隱癖 addition 就是說我講這個字 會不會被人罵的 Junkie 都是prodigal incorrect 都是屬於一種 哈哈哈 死活 隱癖就是說 addition 有吸毒 有吃藥 有酒癮 隱癖 隱癖 上網也多算不算隱癖 上網也是隱癖 有些性隱癖 性隱癖也是一種 總之就是一種addictive 即是他沉迷一種東西 打機也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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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無家者 我真的很怕政治太correct了 因為問題 根本addiction有這麼多種 究竟是哪種的問題 也都原無重技巧 但是他們這群人 就是佔了六成三 都是這些原因 造成了無家 第二 他們有差不多一半 四成二 是要靠縱緩 Welfare and system 要income assistance 即是說他們是 可能有些是有人做散工的 但基本上都要靠別人接濟 這個又有趣 值得可以討論一下 我們在華人的社會 即是如果我們的子疾 是點不濟 我們都是做父母的 都會包容 即是 哎呀 等他做一雜媽媽 怎樣都幫忙 鬼佬白人社會 真的很狠心 就是踢他出去 就踢他出去 什麼時候踢 多少歲 十八歲 就立即踢 十八歲 就開始喝酒 快要喝酒 十八歲 還沒喝酒 十九歲 十八歲可以開車 對 很難搞 踢出去 我女兒 曾經在家人大 溫哥華做義工 她都接觸了很多個案 她了解 原來她真的覺得 爸爸媽媽 真的要他們獨立 而他們真的搞不定 而對他們將來的前途 是有很大的影響 那麼我們的Youth 這個Career System 是否真的要幫助這些人士 有幫助的 但是你知道 這些homeless 即我們經常說 homo 即是沒有家人 是的 那些有很多家庭因素 有些是跟家人交不到 單身家庭 有些是多動症也好 或者是 自己本身有問題 對 或者是阿瑟寶加症 總之有些性格上的 或者是這些問題 剛才說到有精神病 其實她應該是在香港 我們香港的領導人 全都是阿瑟寶加症 有精神病 香港就在運行 有很多奉好 很多奉好 政府一定歡迎她 即是剛才我想帶出的問題 就是這個市長用三千萬 就幫到幾千人 那會不會名譽照溝渠呢 其實幫很少人 我覺得這個市長 會不會有雷聲大雨點少呢 即是整個社會 整個市裏面 所謂housing affordability 即是房屋可支付 可負擔的程度 你沒有解決到 或者房屋的供應沒有解決到 或者房價太高沒有解決到 但是你很刻意要照顧這些 即不是說不值得照顧 而是會不會重點放歪了 嗯 明白 好像特區政府 扔了很多錢出來 找了幾十個的帶菌者 就是這樣 每位都有幾千萬 都是這樣的情況 即是我說 是好心 但好心未必做到好事 他們這些無家者 都未必領情 因為他們習慣了在街上住 你比得少 第二 覺得你速箍他 要他上樓 定時定後回去開燈 會不會覺得 在他來說 喂 我就要freedom 是 你要我定時定後回去 接著要閘下名 不就沒有freedom 明白 這個我是覺得 這個市長會不會搞作 這個搞作是一個 太過 即是 做掃 做掃 明白 不過呢 我有點看法 我呢 自從這幾年 即是回蠅哥華 其實我現在家裡 我以前是住蠅哥華的 但爸爸自從他搬來Richmond之後 我都少了去蠅哥華 就是隔壁 隔壁 隔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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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那些隔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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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 那裏叫做Downtown East Side 就是華國的東端 有很多打針友和摩家者 這個事實 這個問題就是過去三、四十年前 溫哥華把那個地方劃為一個 俗話說是導遊區 和一個安全駐射屋 有一個Clinic被人打針 等於香港還沒有沙桶屋 他就不簡單 被人打針 為什麼呢? 就怕他們重用針筒 也怕他們用那些 用那些器具不乾淨 所以就有政府人員監視、監察的情況下 給他們乾淨的針筒 用完之後要好好清理 丟掉它,不要讓他們重用 那些是為了他們的檢察 雖然你已經打針了 但不想你這樣打死 其實政治管理社會的成本很高 而且他們釋放不了他們做勞動人力 反而要社會還要扔資源去幫他們 去繼續打針 做一個懶人 做一個依附社會的人 是不是有點過份呢? 可能在左翼來看 就覺得我這樣說是很不對的 你真的很不對 你這個就是同情深受挑戰 在加拿大幫助社會 這種叫做弱勢社群 因為一個共識 就說有頭毛 大家都不想做勒勒 他們已經有可憐之處 對 有可憐之處 也有他們值得幫忙的地方 因為他們可能已經身不由己 例如有隱蔽 不能自主控制 如果自主控制 就不會弄成這樣 第二 如果有賭引 搞到自己身家都沒有賣 那就變成了毛家姐 你不可以說 活該你死了 你有錢的時候 你就不會約束自己 賭到自己的身家輸光 現在就變成了毛家姐 我們不會用這些落者下石 這些那麼沒有同理心 所以呢 我們希望你的同理心受挑戰 之後要改善一下 死火了 要幫一下他們 我們這些工作 我們有很多 addicted to work 那些工作狂 是 那麼有沒有人幫助我們 不要做得那麼辛苦 要交這麼多錢呢 那這個是你家人的責任 因為你有牢 他們沒有牢 我不公平 這些都是addiction 林立平 那怎麼辦 工作狂 就是未曾變成了一種病 未曾變成了一種病 所以你現在不用只要有人救你 只要有人自救 真是自救 那不是有事 我們又講下一個話題 我們都要接觸一下華人關心 美國現在就對中共 就開始有一個很明確的圍堵方式 在聯合國有39個國家 就在聯大就關注香港和西藏 中國鎮壓人權的情況 那些情況 那中國的駐聯合國代表張軍 就真的將他們軍 然後罵到他們 有些說話相當之重 我覺得現在西方幫中國 對中國 幫香港都幫得出面了 你覺得現在 就算香港的外交部專員公署 駐香港的外交部專員公署 也都說西方不應該來干涉香港的人權 這是純粹中國的內政 是 那你覺得現在大家都已經默了面了 對於中共來講 那大家就是所謂可以說 議員對決 是的 議員對決和涉嫌唇 差不多每天都吵架 還有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非我即敵 那你要見到美國的盟友 有三十幾個 如果沒有記錯 是支持 就是要譴責中國 以及干犯了香港 裡面 強加這個國安法 是的 那另外 中國裡面也都不是散油的燈 他們都有很多的老友記 是支持的 那當然這些老友記 很多特丐幫的人員 是的 就好像以前 大家看武藥小說 金融先生的武藥小說 都有一些 譬如天地盟 天山同路有很多 七十二棟 三十六棟 那些島 全部都說 邪派高手出殺人 約旦 北韓 巴基斯坦 這些全部都是 索馬利 全部都是人權 全部都是窮國 人權紀錄甚差 那就是什麼國家有什麼朋友 是的 我經常說 未見其人就是先觀其有 未見其國就是先觀其盟 他自己的盟幫 對 那麼 中共都抓到他們 有幾十個這些國家來幫拖 但是這些幫拖 我就覺得 有小時候 有人就是嫁禍 就是說 你千萬 如果要追女孩子 就一天動之以成 是不是 就用你自己的才能 就是吸引你的女孩子 我以為你動之以錢 那他不是啊 他就說如果是動之以錢 千萬不要啊 他用錢買愛情 這一世都一事無成 那我就秉承著這件事 就永遠不會用錢買愛情 那現在你看看中國的民邦 全部都是以這個金錢利益掛上 利窮就是怎樣啊 利窮就是質散的 但是沒有利益結合 當然是拜拜 因為你因利而結合 到後來都是因利而分手 因為你不利益他 那變成沒有利益 沒有了一個義 就是沒有了一個道理 沒有了一個道理 沒有了一個道理 你經常說 萬志剛有義理之便 你去一個國家搞外交 首先說有利於吳國府 然後當然要說 這個利是建基於義才行 沒錯 如果沒有義的利呢 其實就是剝削 是一些非法 也都是不合乎人類的價值 所以我們加拿大也要明白這個道理 簡易盟友 或者是跟他建交 或者是關係牢固一點的Buddy 當然是意氣相投 以及我們的價值觀是更似的 所以現在美國在亞洲 正在搞新北約或者小北約 也都是希望將北大西洋工作者 搬來亞太區 拉來印度下水 日本也做 澳洲 澳洲也都是有軍事實力的 也都希望由這樣的方式 希望中共能夠很快些改變 如果不改變的話 其他國家在疫情影響到現在已經十月中了 大家都覺得到時候都要算一算帳了 現在這個新的日本首相菅義偉 他都走很近安培以前的路線 安培未下台之前 也都未受武漢肺炎的打擾之下 其實日本是打算安排習總 過去訪問他們 似乎現在人事又變動 再加上 暫時不再提 都不提 菅義偉絕對忘記了一件事 上面改任的事 還有明年2021年的東京奧運會 將會用簡便的方式開幕 到時會不會有習近平去日本呢 現在真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不用 他可以去佛山的日本一番街 扮演去日本打 那裡有東洋味 在他們搭一個小小的東京奧運會場館 一面牆已經夠了 沒錯 這樣他就可以感覺到日本的爽 這個好主意 記住 老奧對中國也有一份感情 對老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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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收版權快 沒錯 今天我們節目時間都差不多 好多謝各位網友收看 記得支持廣傳媒的YouTube Channel 以及訂閱何良某先生的個人Patreon 對 我們廣傳媒的Patreon 亦都希望大家課金 MHKTV都很需要大家支持 我們網上平台也是靠網友 亦都希望大家能夠多些分享 多些留言 多些參與互動 好 今天的節目差不多 差不多了 在接下來的星期一應該是我們加拿大的感恩節 沒錯 吃火雞 十月中 火雞 這個時間都要感謝網友之餘 都很感念香港的很多朋友 在去年到今天 都繼續為了一個重要的信念 爭取一個更好的未來 以及建設更有香港人 所追求的社會價值 社會奮鬥 我們在這個時間都會記掛著這些人 無論他們的處境多艱難 甚至有人犧牲了 我們都覺得 要有一個心情上 要跟他們走在一起 當然也感謝天上的老闆 對我們的眷顧 致我們平安 亦都希望各位的老友記 平安 感恩 多謝各位在歷年裡的支持 多謝各位支持 好 今天講到這裏 多謝各位 拜拜